现在我们是在香哥里拉 他刚下完雨刚天晴 然后我们今天要试驾的是这款 是弗兰中期改款的探戒者 那么作为中期改款的车型呢 这个探戒者在一些细节设计 还有一些配置上是有进行升级的 那么比如说这个中网 这个蜂窝状的黑色中网 还有这个全系标配的LED大灯 都是中期改款升级而来的 然后这个黑色的轮毂啊 那么现在我们拍到看到的这辆车呢 是一个RS的一个套件 而且我们还发现了 它这个是一个四出排气的设计 那么它整体看起来呢 细节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在车身比例 以及一些线条方面呢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 它不如这两年经推出的 开拓者以及创建那么的前卫 但也没有问题 整个设计呢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水平 那现在我们去车内看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雪佛呢 现在骑下八部分车型的类似风格呢 都是比较统一的 那么对于我自己看来呢 我觉得这套类似呢 现在摸起来的一些质感 旗质啊 也有各种软材质的一些应用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实用性也是很好的 服务空间什么的都非常的多 因为它是一个RS的套件 所以它有一些红色的空间啊 以及一些标识的点缀 看上去啊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它顶头也是采用了个黑色 那么再来了就是它的车机系统啊 相对来说 现在通用系的一些车机做的都还是不错的 那无论是人机交互啊 还是一些车联网的东西呢 相比起同级的一些日本的一些品牌 都是更出色的 这套类似我觉得就是挺实用 质感也是相对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来到探界者的后排 整体的空间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1米8的身高呢 左后排也是挺舒适的 而且有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它的低台是全屏的 那么我们打开它的尾箱 可以看到整个空间是确实非常大的 毕竟它的尺寸是摆在这里 而且它的这个尾箱的高度也是比较低一点 所以搬运行李的时候也挺方便的 那今天我们试驾的这款车型呢 它是一个2.0T加9AE的一个动力总成 而且是配了一个四驱系统的 那么整体整个驾驶整个试驾下来呢 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呢 我觉得还是这个9AT的变速箱 这个9AT前置的变速箱呢 我觉得平顺性呢 我真的找不出毛病了 它的整体的驾驶质感 无论是方向盘的转向质感呢 还是油门刹车的一些主力感呢 我觉得都是做得刚刚好的 非常不错开起来 整个底盘的质感也是这样 整体水平我觉得非常对得起它的价位哈 那么如果你要把它的这套动力系统的优势体现出来呢 那么你的用车环境呢 应该是比较多烂 或者是比较多颠簸路段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正常在市区里面开的话 可能1.5T的那个版本性价比会更高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2.0T加9AT的这个动力配备 也并没有说很贵 毕竟它是一个中型车 它的价格应该是21万多起步 都会幅度也是非常大的 对比一下同型的车性价比也真的没谁了 对于雪佛兰这些SUV呢 真的是实用至上的 就是所有人买这些车都是为了实用为主的 所以接着它的价格以及它的配置空间 以及各种的表现来看 实用性真的是非常不错